如果大家能够把我去跟马龙张一和 包括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去比较的话 我觉得毫无疑问 这对于我自己来说 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了 竞技体育我觉得外界可能喜欢去把不同的选手去对比 但是我觉得作为每一个运动员 包括作为竞技体育来说 其实更大的这种意义是要超越自己 我觉得是要跟自己去比 然后能够去超越自己 赞成自己 我觉得这也是让自己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和无关比赛胜出的话 会给自己有一些小目标吧 可能就像达成这种目标的时候会非常开心 其实这个达成目标的过程都不是说一帆风顺 就是一下就能够达到 可能其中也会有拖着也会有失败 但我觉得这也算是达成目标其中的一部分吧 经历过这些以后 真正能够去实现自己想做的 要做的 最后这一刻会非常开心 作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或者是让人欣赏的运动员 作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我觉得其实具备几个这种特质 一个肯定是有这种高超的学生 或者这种很高的这种竞技水平 再一个我觉得从可能他们这种精神上 这种精神我觉得倒不一定说输或者赢 可能是一段采访 或者是一个这种气节 一个这种主动 都能够让你感受到他的这种斗志 或者他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这些方面也是非常感染我